這裏其實不是醫院來的 現在已經轉...輾轉 已經呢...轉... 已經呢...輾轉 馬田出來了 我們今天會搭高鐵 是,是高鐵 不過就不是要拆了別人的村子才起到那個高鐵 是台北的高鐵 所以我現在身處在台北車站 那你說搭火車有什麼好看啊? 所以我們不是來搭火車的 我們來...不是喔 我們是要搭火車的 因為搭高鐵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是什麼呢?買票? 不是 是買這個鐵路便當啊 就是在車上面可以吃的便當 所以我們現在一起去買啦 看啊...排賽全都很濃 我們來買看一下 一盒排骨 60的嗎? 還是80的? 80的 一個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豬腳? 嗯... 嗯... 要這個豬腳? 這個排骨 等等... 買到了 可以買票坐車啦 哈哈 是高鐵玩具啊 有地圖的 可以自己家製造高鐵啦 可以自己家製造高鐵啦 看啊 多少錢呢? 895元 895元 1個... 1個... 4個... 1個... 2個... 剛才這個機器買出了速680元台幣 整個小時 600元台幣 我正式宣布 這次的旅程不再需要拿錢包出來 糟了,買錯了 原來呢,有分高鐵便當和不高鐵便當的 會不會不可以吃第二個品牌的便當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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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噹,這個就是台鐵便當 這個是最普通的排骨便當 有兩隻,一隻是100元,便是80元 這隻是80元,圓形的大合適 裡面有一塊豬扒 裡面有一塊豬扒 還有一條多春魚 拳了頭的多春魚 還有一些筍 還有一些筍 然後呢 切到很小的菜 還有一粒雞蛋 它是包了粉炸的豬扒 之後再浸進醬汁裡 所以是淋了 那一層皮是吸收了醬汁 淋了那種 沒有什麼特別 即是... 沒有普通通豬扒 雖然車程很短 但每個人都會上車來吃飯 好像是一個體驗 很多人是吃領飯 而且在旁邊 全部都是在吃東西 之後呢 另一個是他們說是新出品的 豬腳麵包 就是有三塊 這樣的豬肉 三塊 其他東西都差不多 即是筍 菜 蛋 好 來了 就是老了的豬腳 不是很老的 是老水的老 好 好 好 那不用九個字呢 我們就來到台中了 其實是這個很遠的地方 要去回我們要去的地方 還要搭一段時間的車 好 我們來到台中的第一站了 這裡就是水立科 不是啊 是下雨啊 這裡叫做公園眼科 公園眼科是什麼呢 就是日本人建的一個眼科醫院 你說 你眼有事嗎 但你看我都知道我的眼睛沒有事 是不是 所以 這裡其實不是醫院來的 已經轉 輾轉 已經呢 轉 已經呢 輾轉地流入了 普通財團手上 現在就是賣一些 餅乾 甜品 雪糕 所以現在就要排隊賣雪糕 是超級長龍的 你看看 你看看 叫完呢 只想站在街邊吃而已 你猜一下多少錢 225元 3個球 3個球 它就會呢 可以呢 加3種配料 在我印象之中 你越多球 就可以免費加越多配料 這個雪糕的味 有成呢 五六十款 應該不止五六十款 那呢 只是巧克力味 已經有16種 由100% 到43% 然後不同產地 就歸類為不同味道 看一下 然後其他的茶 水果味 那些 每樣呢 都有十幾款 所以加加起來呢 有成幾十種味 いき點 可以 吃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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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本地才有上面這個芒果 還有這塊蝴蝶形的餅乾 可以自己選配料的 我們選了這裡做的芝士蛋糕 這裡做的綠茶脆餅 還有這裡做的杏仁蛋白條 就是這樣了 現在開始試一下好不好吃 終於找到位置設置了我的相機 就是人家排隊的欄杆 這個就是吃到一半的雪糕了 這裡做的芝士蛋糕 還有巨峰提子雪糕 剛才這個雪糕 其實應該是雪巴 我以為一聲咬下去 裡面是有雲很硬的 然後呢 就到紅茶味 就好像我們平常在香港喝的奶茶 相對比奶味沒有那麼濃 但也挺特別的 之後呢這個呢 就是80%煙燻 烤光蛋 是芝士蛋糕味 那你可能會以為 80%芝士蛋糕就很苦 不是啊 其實它只是用了80%芝士蛋糕 裡面呢 都是好像普通雪糕一樣很甜的 所以呢 一點苦味都沒有 好 起碼三個人才吃得完 因為呢 如果你呢 叫做生死桶 呢 有芒果 有這塊餅呢 它還會送多一個小小的雪糕給你 然後總共呢 有四個雪糕球 你起碼可以三個人來分 兩個人如果吃完一個桶呢 你是不用吃飯的了 好 吃完了 我的感覺呢 就是呢 我覺得那些配料呢 太過呢 本身是主角了 就是它有鳳梨酥啊 芝士蛋糕啊 那些呢 它們太主角了 變了呢 配上一些很甜的雪糕之後呢 它們變了沒有了味 但是呢 它們又很厚很實呢 不是很配料呢 整件事呢 就變得漏了 還有滑了 但是如果它們呢 是很配角的 它好像那些脆脆米啊 有一點碎碎的那些 加進去呢 只是很配角的 配進去甜的雪糕裡 我覺得感覺會好一點 所以如果是呢 其實不一定要加這麼多配料 只選一些你喜歡的味道 雪糕呢 就非常好了 好 那我們進來真正眼波的範圍了 其實呢 這裡裡面呢 是一間巨大版 文青版的巨記手信 因為呢 它裡面呢 都是買那些 鳳梨酥啊 曲奇餅啊 朱古力啊 那些什麼 一個個散的檔攤 只是呢 裝修特別漂亮 還有特別大街 那樣東西要知道 如果你呢 你只是想吃雪糕 不想遊覽手信店的話呢 有一個呢 更加好的提議 就是呢 在那間店裡呢 走兩分鐘呢 就會來到另外一間分店 另外一間分店呢 就是有雪糕賣 然後可以坐下來吃 是我走的時候 店員告訴我 這個呢 就是我看150的視角 很危險 很危險